所以大山寨我们遇不到 小山寨这很可能 小山寨佛说的 第一个是战争 第二个是瘟疫 第三个是饥荒 我们修佛很多年 对这个小山寨的意思没搞清楚 这个世界上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打了好多年 特别是中国地区 日本人侵略中国 这个战争一直到二战结束 中日战争也结束了 打了八年 那么佛说 小山寨的战争只有七天 道病节七天七夜 瘟疫七个月 饥饿七年 讲得很清楚 我们 体会不到 一直到 战争结束之后 台湾到南法师 组了一个团去访问日本 老法师要我陪他一到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 那一年 我四十九岁 那也是第一次 跟着佛教访问团 出国访问 那一次的旅行 一共是二十多天 大概从东京一南 到九州 半个日本 我们都走遍 当然 我特别关心的 是长崎光头 原子弹爆炸的地方 它那里有纪念馆 资料非常丰富 沾染在那里 我就看过 我这一看 才完全明白了 佛经上讲的小三哉 是何无战争 日本这两颗原子弹 它投降 这是小三哉的开始 序幕 让学佛的人知道 什么叫小三哉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就是小三哉 那真的是空前的艰难 战争七天 七天的战争 大概地球上 差不多都把炸光了 现在一颗原子弹 毁灭一个城市 第一个城市就没了 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 一些 同时就死了 瘟疫是什么呢 就是核腐射 不是在中心点 居地比较远 但是被这个光照了 感染核腐射 那就是瘟疫 佛讲的瘟疫 这个病很严重 终身残废 我们没有看过 日本人他不 不不许人参观 听书 看过照片 这些人 头发都不伸的 身上含毛头发都没有的 非常痛苦 还有很多人 手机都没有了 就是一口气没断 要经过七个月 你还能活着 你能活下去 但是终身残废 一般呢 七个月 差不多都过世了 先剩下这点人 原子弹爆炸的地方 草木不胜 它有这么大的破坏率 我们去访问 是核武爆炸的 第九年 那它这个 草木不胜 是七年七个月 我们是第九年 去看 地上长草了 有一些小树苗了 那么换一句话说 粮食完全没有了 人要寂寞 这个地方 被炸的地方 七年七个月 草木不胜 真正是真正的 真正叫灾难 不是一般的战争 一般战争 没有这么大的伤害力 这个战争 这个战争 让地球上 七年七个月 草木不胜 植物都没有了 人吃什么 那么小三灾 可不可以控制 可以 它是人为的 只要人有一点理性 不要发动 这个战争 这个战争 是人类 自相残杀 都不想活了 大家一起死 是这么个心态 能不能化解呢 能 第一个 人心 要转变 现在的人心 真正是 所谓 心浮气躁 不厚道 对别人犯一点点过失 都要给他严重的处分 所谓是 得离不饶人 这就是战争的源起 人要学伦理 要学道德 真正能够把 地质鬼 感应片 暗示全书 了凡视讯 欲经易 欲造神迹 这些书 把它 讲透 如果能在 国家电视台 去播放 天天讲 天天教 有人曾经告诉 这样一年下来 地球上灾难 全部有了 为什么 人心转参 灾难是 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言语 不善的行为 感应的 只要人 气悟阳山 盖邪归正 端正心念 灾难是 可以化解的 不是不能化解 谁能做 必须是 国家领导人 小国 影响力不大 要打国 像中国 美国 如果国家领导人 真正走向这个方向 我们把这个 利用这些 电视 网络 传播 讲能力 讲道德 讲因果 劝导大家 一起 断卧修圣 国家 能挽救 世界 也能挽救 佛教导我们 一句话 总消 一切 灾难 那就是 勤修 戒定会 熄灭 探真实 这个世界 一切大小灾难 全化解了 都要真干了 干的人不多 能产生效果 二 少数 几十个人 两三百个人 肯干 就能产生效果 二 必须 把这些 真正落实的人 用 媒体 访问的方式 在电台 在网络里头 播放出去 让全世界 让全世界人 都看到 他们天天看 看久了 会感动 会断卧修圣 效果 就产生了 众大致 就能产生效果